我们有战友到银行去取不少钱 然后说我来去告 那银行的说你知道你会惹来什么货吗 我们刚开完会凡是告的 当地公安警察全部抓起来扔你精神病院 你还想不想关家了 咱们战友肯定大脑啊 告诉你再炸火肯定把你送精神病院 我这是看你老贺户面你别动 你不信你看看警察都穿便衣来的 真的是何强时代便衣在银行里面 你存了钱你去钱没钱了 你炸火了送去精神病院 这叫为人民服务 关键这个战友家里死人了 他需要钱 那你自己想办法解决去 你不想精神病院滚蛋 荒唐吧